大家好,养君子兰的话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君子兰到了花林 君子兰叶片数量也非常多,只是说长得也很好很旺 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开花呢? 其实在养护的过程中啊,这三点是非常关键的 它关乎这君子兰到底能不能开花 那么是哪三个要点呢? 首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一定要给竹磷肥 特别是现在9月10月是它的花芽分化期 这个时候磷不足自然就难以开花 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它叶面喷湿,棉刷青甲来促进花芽分化 如果像这种塑效肥,你把握不好浓度,担心产生肥害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蒸根状化型的有菌养叶 既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又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那么它呢,我们一般稀释500倍到1000倍就可以了,非常好把握 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在花芽形成之后 我们要想让它顺利的抽建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低温春化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注意,可能在之后呢,会降温 那么在降温,温度只要不低于10度 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在室外一个低温的条件下 这样呢,更有利于花芽的抽出 如果马上移到室内,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下呢 很容易出现夹芽的情况 那么我们除了要保证低温春化之外呢 我们第三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温差 温差如果不足很容易造成这个花芽胎死腹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大概有8到12度左右的这个温差 那么你的君子栏呢,才能够顺利的抽建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